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无人机战 中国的骨科专家亦是贪腐被捕 中国多地发生山火已经造成人员死亡 向包工校固哭有的女子已经被感染 以下是新闻暂时内容 马克龙要求俄罗斯奥运期间停火遭到拒绝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期间和乌克兰停火 但克里姆林峰不领程 反而要求法国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法国总统在巴黎至上乌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将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期间停火 星期六一名乌克兰记者 也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这篇采访 采访者通过翻译说 俄罗斯人必须遵守奥运期间停火的要求 这是一向的惯例 而马克龙就用法语说 是的 会在俄罗斯提出要求 翻译援引马克龙的话 主办国的规征是与奥林匹克运动同步的 这就是和平信息 我们也将遵循奥委会的决定 国际奥委会 谴责俄罗斯 2022年22份全面入创乌兰 说俄罗斯政府 违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 这种精神目的就是利用体育的力量 促进和平和对话 不过 星期四 俄罗斯奥委会主席表示 尽管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的运动员 实施了限制作为对乌兰入创的情分 但是俄罗斯不会抵制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不过 俄罗斯的运动员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参加 克里姆·林公显然认为 奥运会期间 乌克兰战争的休战 并没有任何意义 而莫斯科方面 亦利用呼吁奥运期间休战的机会 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 停止向乌兰供应武器 而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 亦想知道 为什么马克龙 并不呼吁奥运期间 中东双方的休战 俄罗斯多地爆发以投票为名的抗议活动 据报道 已故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尔尼的团队 在俄罗斯各地 针对精心策怀的选举 举行了名为 中午反普京的抗议活动 反对派团队的直播 显示了在俄罗斯多的城市 那里的投票站 有几百人聚集的图像 正如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 首都莫斯科和圣比德波等其他城市 那里的投票站 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 纳瓦尼的团队 呼吁在当地时间中12点 进行投票 是为其他的候选人投票 以表明 他们对普京的不满 这次抗议行动 背后的想法就是 比俄罗斯当局 无法区分 是普通选民 还是示威抗议者 其他反对派的团体 亦呼吁在中午投票 他们认为 当时的投票率会很高 这应该表明 很多人不同意普京的政策 一些俄罗斯人 中午前往当地的投票站 故意毁掉他们的选票 以示抗议 而另外一些人 就选择了投票 给除了普京之外的 另外的三名候选人 还有一些人 誓言要在选票上 写上 已告反对派领袖 纳伊尼的名字 据称 俄罗斯的选民 接到了神秘的电话 说鼓励投票 但如果有很多人排队 就不要在这个时间去投 俄罗斯驻荷兰的大使馆外面 亦排了几百米的队伍 说是为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投票 而荷兰的记者说 很难说 谁参加了抗议活动 谁是真正来投票 很多人说他们只是来投票 这些人可能不想公开表示 他们是来抗议的 俄罗斯大使馆前面 有人举着白蓝白色的旗帜 这是象征俄罗斯的反对派 其他俄罗斯驻外的使馆 也有这样的情况 在布拉格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 普京的支持度 在俄罗斯选民中遭遇重大的挫折 虽然几乎可以肯定 这一位总统已经在自己的国家获胜 但是普京在捷克获得的选票 比6年前的上一次选举要少得多 根据一个激进运动组织分享的 来自吉他首都布拉格 1310名俄罗斯人的数据 在出友民调中 普京只是获得4.1%的选票 而另一方面 不少于66%的人 表示将投票给另一个候选人 达文货富 而德国图片部就报道说 近25%的选民 故意给他们的选票作废 俄罗斯和乌兰的无人机战 俄罗斯和乌兰最近几天非常不安宁 昨晚双方都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被指袭击 在俄罗斯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 俄罗斯的多个地方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导致各地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莫斯科三个机场的核板流量 在短时间里面受到限制 据俄罗斯的当局说 莫斯科周围 有五架沃兰环机被击落 据说 多莫杰多了机场 亦受到了影响 社交媒体上 未经正式的图片显示 出现了烟雾 还有人谈到机场附近的仓库 屋顶被窄开了一个洞 据俄罗斯说 沃兰昨晚 至少发射了35架环机 俄罗斯占领区的一家投票站和一家电牙厂都遭到了集击 而俄罗斯也轰炸了沃兰的目标 在港口城市的奥德山 俄罗斯的集击之后 有几座建筑物起火 据沃兰说 昨晚俄罗斯有16架无人机和7枚导弹 襲击了可能港口城市的奥德山 造成建筑物的损坏 据称 其中有14架无人机被摧毁 产生的火灾很快就被扩灭 目前绝不清楚建筑物的损坏 是由无人机还是跌落的碎片造成的 不过人员都平安无事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 出于安全的考虑 英国的国防部长沙普斯 取消了对沃德山的访问 沙普斯已经抵达乌克兰 并访问了首都基附 在那里 他和几位高级官员进行了交谈 他本来准备今天前往沃德山 但是今早早 沃德山在遇集之后发生了火灾 因此他改变了行情 看看中国的消息 中国的骨发专家 亦涉贪腐被捕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北京的池水潭医院 前院长田伟 因涉嫌贪腐 近日被带走调查 他是中国的骨发领域 著名的专家 还有英法等国家的院士投下 据大陆的经济观察网星期日报道 经过多个权威的消息员确实 田伟因为涉嫌贪腐 星期日前后被带走调查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说 几位的监察部门 曾对是不是要带走田伟调查 进行评估 最后还是决定要抓他 据这位人士说 田伟被调查这件事 是中国医疗反复的领域 标志性的案件 报道说 北京的池水潭医院以骨发建厂 其骨发的专业 上年排名全国的第一 多名医疗行业委员士说 田伟在国际的骨发领域影响力很大 是这个细分学科中 最著名的专家之一 综合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网站 上面的资讯和报道 田伟今年65世 拥有日本国立弘前大学骨外科专业博士学位 是中国骨发手术导航 和机器人临床领域的电机者和开拓者 被国际同航评为中国电脑 辅助骨发手术领域的先驱者和主力军 他长年在积水潭医院任职 2017年被授予英国爱丁堡 王家外科学院名义演示 2018年 当选为法国国家医学科院的外籍演示 201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演示 此外 田伟在2015年 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国家科技进步而等奖 2016年 获何良何利基金科学和技术进步奖 2017年获全国创新的增线奖赞 2020年 他卸任职水潭医院院长的职务 并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的委员 到2023年 一场医疗领域反复风暴 席卷全行业 目前至少有200多名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被查 曾经主管国家医疗改革长达5年的 袁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也在去年8月份落马 中国多地发生山火 已经造成人员死亡 今天 中国的云南省有两个地方发生山火 有三个人在撲火过程中死亡 中国的央视新闻引述当地宣传部门的报导 云南省的林庄市 文山州两地突发山火 其中一次发生星期六 即是3月16号 埃曼的6点10分 地点是林庄市的林庄区 经过110人的全力破旧 名火在当天晚上11点0分全部破灭 而火灾的面积大约是5.33公斤 在破旧火灾的过程中 有三位人不幸遇险死亡 昨日 四川省金芝州的雅江苑 亦发生了森林火灾 由于火场的风力突然增大 火势今天迅速蔓延 据中新社报道 当局目前正在出动 2230多人 和8架直升飞机 全力破旧雅江苑和康定市的山火 向包工下跪哭泣的女子被感染 这几人 一位在河南省开封市 当地的包工指前 跪地哭泣的女子 引发了众多关注 特别是随着警区回应 他说这个女子是来烧香的 看到包工之后比较感动 心里有委屈才在那里哭 一时之间 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 很多网友说 如果不是遇见不平的事情 谁愿意在庙里哭 到15号 一位微博的网民 网名叫做 司法腐败豆色ABC 发文说 她在视频中哭包工的女子 并表示公开身份 是为了被冤屈一肚为快 这个女子说 她在辽宁省 昌图县法院 打赢了官司 但是在执行的环置 因为法院的执行局 弄虚作假 放走了已经查封的财产 还被被执行人 将冻结的财产 私自处理 而黄姓的执行局长 还以调查处理为名 故意拖延等等 这个女子还说 因为被枪图法院 害到她家庭之旅破碎 她前几天 去开封的表正家 外出旅游 触境生静 想到包工的公平公正 她没法控制自己 禁不住大哭一唱 中国的新闻平台 今日头条话 河南开封包工警区回应 她不是一个演员 而是一个乡客 看见包工比较感动 可能心里面有委屈 于是大喊一场 不过 目前这位女子 已经被明博禁言 此外 河南包公子的哭音女子 网上走红的视频 迅速传播之后 不单只是河南开封的包公子 中国的各地 都出现了模仿的现象 3月16日 安徽省合肥市 包公园警区通知 因为内部的施工 暂停开放 认了网友的一句话 这样哭下去肯定要封热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